知名男藝人滔滔不絕 分享鴕鳥精的效用 這款號稱挽救骨質變空 筋骨退化跟酸痛的 健康保健產品 早已被食藥署盯上 另外還有標榜 針對視神經退化 水晶體混濁 黃斑部氧化等等 護眼功效的PPLS 統統都因為違反食安法而挨罰 第一名PPLS 我們總共查獲了130件 那財罰了184萬元 那第二名鴕鳥精的部分 是查獲45件 那這個目前財罰了24萬 那這個第三名大通效 就是查獲8件 那財罰金額是13.75萬元 統計去年監控電子媒體廣告 食藥署查獲違規 就有1125件 其中將近60%來自網路 其次是電台跟電視廣告 讓民眾不要延誤就醫 我想這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原則上就是說食品的部分 那食品的部分 主要是提供營養 或者是熱量 那化妝品的部分 主要是潤澤髮膚 那修飾容貌 或是清潔身體 等等的 這樣一個治劑的功能 所以如果說它涉及誇大不實 或是甚至涉及醫療效能的部分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針對監控道的這些情形的話 我們會發查給地方衛生局 拒絕碰碰廣告 食藥署也提醒民眾 凡是廣告內容太神奇 太吸引人 就必須提高警覺 若有發現廣告一次違規 可以撥打全國食安專線 1919檢舉 維護自身健康與消費權益 記者顧參永 參謀報導